国聊三年前开始 蝗虫肆虐 持狂作物 这回又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干旱 让埃及政府也示警 埃及财政部长马伊特最近受访指出 严重干旱加上正火引发的粮食危机 早已让数百万人的性命大受威胁 因为俄国和义克兰是薄荷 印第四周中禁止薄荷荷的货荷 为了热热的热气波散开出 而国家的价格上升级高 欧欧开战以后 国际小麦出口一下子少了至少5000万段 让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 瞬间成了全球买家的新希望 为了日前印度却宣布禁止小麦出口 进一步推升国际小麦价格 而今年以来涨幅早已超过六成 而不光是小麦 其他像是阿根廷 伊朗以及土耳其等十几个国家 也宣布禁止其他粮食出口 让原本就缺粮的地区陷入一片愁云产物 不止埃及人民吃不饱 全球已有三亿两千万人口正在挨饿 战争要是再不停 缺粮危机恐怕只会雪上加霜 三立新闻李雷杭报道